据说有个倒霉鬼在流动厕所里抽烟 结果引燃厕所内积累的甲烷发生爆炸 不仅失去了地底 还导致三级烧伤 因为人体粪便在经过发酵之后会生成甲烷 而当甲烷浓度达到10%至15%浴火 就会发生爆炸 为了验证这个流言的真实性 亚当将自己刚生产的热箱拿到了实验室 趁现在还热乎 他们想要检测人体排泄物能否制造足够的甲烷 从而引起爆炸 在同意增加200块工资之后 凯莉接受了这个有味道的任务 她戴上生化面具 将亚当的热箱分成三等份 并装进三个烧瓶中 然后分别加入水、尿液和蓝蓝香 而第四个烧瓶什么也不加作为对照组 以此来判断哪种混合会产生最多的甲烷 但经过几天测试 装有热箱的烧瓶中 仅仅检测到很少量的甲烷 由此可得出结论 靠人类粪便不可能造成厕所甲烷爆炸 那如果在流动厕所内注入甲烷气体 又能否发生爆炸呢 于是他们来到回收流动厕所的工厂 在反复挑选之后 最终买下了这个味道很上头的二手厕所 并在侧面打了一个排气口 以便实验失败时能及时释放甲烷 托瑞则设计了一个自动点火装置 接下来他们来到空旷的实验场地 三人将甲烷以优雅的姿势摆在马桶上 并用屁股堵住缝隙以防止甲烷泄漏 然后通上管道连接甲烷气管 而为了实验的安全 他们将排气口的管道延伸至安全区域 消防队员也已经来到现场随时待命 一切准备做好之后开始注入甲烷 当甲烷检测气毒数达到15%时 托瑞启动了点火装置 但厕所并没有发生爆炸 紧接着浓度降低到了1.5% 他们认为是流动厕所的密封性太差 导致甲烷被稀释 于是将所有的缝隙全部封死 再次注入甲烷 这次又能否将厕所炸翻呢 然而这次用力过猛 等点火时浓度已经超过了20% 因为氧气不够 这个浓度已经很难发生爆炸 里面的卫生纸瞬间燃烧起来 但此时并不能立马打开门灭火 因为通风会导致火势加大 只能等甲烷降到安全浓度以下才能灭火 此次事故也烧坏了点火装置 为了实验继续进行 他们只能实施B计划 在注入甲烷之前将燃烧棒点燃并放进厕所 等甲烷浓度达到一定时自然会发生爆炸 重新准备好之后开始注入甲烷 这次厕所终于发生了爆炸 虽然没能将厕所炸飞 但威力足够将里面的人烧伤 所以上厕所点烟即便不会发生爆炸 还是奉劝大家不要抽烟 据说从前有个倒霉鬼在潜水时 公养的高压气管发生了断裂 导致他整个身体被挤进了头盔 可水压真的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此凯莉来到海事局进行求证 而专家表示 因为老式的潜水服都需要连接高压气棒 以此来抵消海水的压力 而一旦管子出现了故障 海水会瞬间挤压潜水翼 所以如果潜水位置达到一定深度 理论上流言是有可能成立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流言组决定先进行小规模测试 于是凯莉用泥巴打造了一个人体模型 然后托瑞在模型上胶筑石膏制作出母膜 并在内壁附上乳胶和布料 以此来模拟真实的潜水服 同时还在模具内放置了仿真骨架 最后灌入融化的组织替代胶 等几个小时的凝固之后 迷你潜水员就做好嘛 而格兰则用亚克力材料制作了透明头盔 这样可以在实验室观察挤压的过程 为了随时监控内部压力大小 他还在头盔上安装了压力表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游泳训练中心 并测试了潜水衣的密封信 等漏气口被修不好之后 托瑞将迷你潜水员带进了泳池 同时格兰会负责给潜水衣加压 可5米深的水压能将它挤进头盔吗 当甲人到达泳池的底部时 他们立即切断了高压气管 此时潜水衣瞬间贴在了甲人身上 紧接着身体也开始被慢慢挤进头盔 等把潜水员就上岸时 头盔里已经充满了组织替代胶 并且潜水员的胸腔也明显变小了许多 可见水压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但人体与凝胶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如果换成真人 结果又会不会一样了 下面他们决定潜入水下90米的深度 于是格兰和托瑞企图让凯莉尝试充当志愿者 但却被凯莉指着肚子骂娘 所以他们只能制作假人进行代替 托瑞将猪肉缝合在仿真骨架上 然后往胸腔塞满了二师兄的内脏 以便得到最接近真人的挤压效果 而格兰则对老师潜水衣进行了改进 为了模拟高压气管被破坏的情况 他还给头盔安装了控制气流的阀门 实验中只要掰动阀门的手柄 潜水衣内的气体就会瞬间走光 接下来他们为志愿者穿上制作好的潜水衣 然后来到了深水处的海面上 并在吊鸡的帮助下 甲人被缓缓放入海中 而由于随着深度的增加 潜水衣受到的压力会逐渐增大 为了避免甲人在下潜过程中提前被压扁 格兰会及时调整输入气流的压力 以抵消水压达到平衡状态 几分钟后甲人到达90米深的位置 此时潜水衣承受了超过9000帕的压力 而这相当于9个标准大气压 但切断气管真能将甲人挤进头盔吗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掰动了漏气的阀门 随着气体的释放 潜水衣很快被挤压变形 并且甲人的身体开始往上萎缩 然后他的内脏就在头盔里爆开 没过多久便充满整个空间 之后甲人被营救了上来 而此时他们惊讶地发现 整个头盔都变小了许多 所以深水的压力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人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会死得很惨 据说相互射击的两颗子弹会融合在一起 而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名场面 并且美国博物馆还收藏有这样两颗子弹 相传它被发现于1862年的飞德里堡战役 可这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有人布弄玄虚呢 为了验证子弹能否相互融合 留言组决定用实验为大家揭晓答案 于是在粉丝们的支持下 吉米弄到了两支当时的同款枪支 而由于这种布枪使用的是质地较软的牵制米尼弹头 理论上是可能融合在一起 但现在这种子弹事面几乎已经绝技 于是亚当将融化好的铅水倒入模具中 冷却脱模后就做成了铅弹 但如何才能让两颗子弹精准对撞呢 吉米的计划是将两把枪支分别安装在支架的两端 并且用激光瞄准器进行校准 以确保开枪的时候子弹不会射片 同时他们还得枪管加装了护圈 这样即使在射片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损坏枪支 但实验的重点是保证两颗子弹同时发射 而为了精确调整枪支的激发时间 吉米给发射装置安装了定时器 首次测试他们在中间放置了一块防弹玻璃 以便通过弹孔来校准弹道位置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给枪支分别填装了80格令的黑色火药 然后在防爆室外扣动了扳机 虽然弹道保持了一致 但子弹并没有融合在一起 反而相互弹开了 因为通过高速相机他们发现 两颗子弹的出塘时间相差了62毫秒 随后他们取走了中间的玻璃板 并且重新调整时间后再次扣动了扳机 而这次子弹却在中间擦肩而过 显然让子弹相撞并没有那么容易 之后他们进行了多次尝试 但都以失败告终 不是没有瞄准就是子弹不同步 难道实验就此终结了吗 这时亚当想到了更好的方案 他将其中一颗子弹固定 然后用另一把枪瞄准射击 由于子弹处于静止状态 所以这样会更容易被击中 可子弹真的会相互融合吗 等他们重新准备好之后 吉米再次扣动了扳机 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子弹精准命中了目标 当亚当从地上捡起子弹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真的融合在了一起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尝试 据说有个倒霉鬼朝天上开枪 结果子弹落在自己头上当场开袭 难道掉落的子弹还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 为了验证子弹落地时是否仍能杀人 刘烟族首先需要测试 不同子弹垂直落地时的速度 一般的子弹垂直发射高度 都超过了数千英尺 因此只要测试子弹的终端速度 而终端速度就是子弹在下落过程中 重力与空气阻力达到平衡时的最大速度 为此亚当打造了一个简易风动装置 并在上面安装了风速剂 只要将子弹放进管道 下面喷出的高速气流将给子弹一个向上的力 当子弹达到漂浮状态时 风速剂测得的速度就等于子弹的终端速度 首先测试的是手枪子弹 当子弹保持平衡时 风速剂显示时速为100英里 接下来测试的是步枪子弹 但由于两种子弹的重量几乎相同 所以它的终端速也在100英里左右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150英尺 这样的速度看起来相当快 那它又是否真的能杀人呢 下面亚当用铝管和高压气泵制作了发射装置 并在前面安装了测速剂 他们将用这个装置以每秒150英尺的速度 分别发射两种子弹 以此来验证子弹在终端速度下的杀伤力 经过调试 两种子弹能分别以146和151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 已经非常接近子弹的终端速度 随后亚当同二师兄借来新鲜脑袋 并向他垂直发射了手枪子弹 尽管已经超过了终端速度 但并没有对猪头造成任何伤害 紧接着他们用步枪子弹进行了测试 这次子弹成功扎进了皮肤 而尸检结果却显示伤害并不大 根据医学资料显示 大多数类似事故的子弹并不是垂直掉了 因为仰角射出的子弹能稳定旋转 从而维持弹道飞行 那携着发射的子弹下落时 又能否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呢 下面留言组来到一处沙漠中心 因为这里方圆两英里都是广阔的湖床 为了保证实验的安全性 他们在周围用防弹玻璃搭建起安全屋 吉米将发射架调整至向上90度 而在实验前 他们需要对着地面射击 以此来对比不同子弹射入胡床的深度 通过一轮测试 吉米得到BB枪子弹的深度为3英寸 它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最小威力 而手枪和步枪的深度分别为6英寸和1英尺 在得到杀伤力标准后 吉米用手枪对着天空连续发射了8发子弹 经过39秒后听到子弹落地的声音 亚当在距离射击点33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弹坑 并且测得深度为2英寸 这种威力估计连皮肤都擦不破 接下来他们又对步枪进行了测试 由于射击距离太高 吉米对射击角度进行调整 以此来平衡风速对子弹的影响 为了更容易找到弹坑 这次他们连续发射了40枚子弹 但还是没能在周围找到任何弹坑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式 用遥控气球从400英尺的高度丢下子弹 因为这个高度落下的子弹足以达到中端速 这次步枪子弹又能射入胡床多深呢 随着一连串的落地声 两人很快找到弹坑并测得了深度 而结果却都是两英尺 所以不管是手枪还是步枪 垂直射击落下的子弹并不会造成致命伤害 但真实情况很难保持垂直发生 一旦角度有所偏差 子弹就会沿着弹道飞行 如果被击中就有可能会请全村人吃饭 据说汽车在高速行驶中遇到刹车失灵时 切换成倒车档就能紧急刹车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向朋友借来了两辆全新二手汽车 并决定瞒着朋友在急速行驶中强行挂道挡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对比测试 分别让自动挡和手动挡汽车 在时速80公里时极限刹车 看正常刹停的距离需要多少 首先格兰驾驶自动挡汽车开始加速 当时速达到80公里时 他猛地将刹车踩到底 果然不是自己的汽车不肉疼 强大的摩擦驶轮胎冒出了轻烟 通过测量得到自动挡汽车的刹车距离为20米 随后托瑞驾驶手动挡汽车开始了测试 并且在相同时速下紧急刹车 而这次的刹停距离则达到了25米 那如果切换成倒车档 真的能让汽车更快刹停吗 接下来格兰启动自动挡汽车再次进行了实验 当时速来到80公里时 他快速将挡位切换为倒车档 可这时汽车完全没有按套路出牌 尽管倒车灯已经亮起 但汽车依然向前滑行 直到690米外才停止下来 可见自动挡汽车在行驶中切换倒车档 并不会有刹车动作 那手动挡汽车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 下面托瑞再次启动了手动挡汽车 当时速达到80公里时托瑞长是切换倒车档 这时汽车的变速箱突然发出尖锐的叫声 并且不管托瑞如何用力 档位都不能挂上 同时汽车也偏离了轨道 为了避免事故 托瑞只能踩下了刹车 显然不管手动还是自动挡汽车 根本无法用倒车档来实现刹车 所以当遇到紧急情况时 千万不要尝试切换倒车档 否则可能会车毁人亡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车尝试 据说大巴车在时速50英里情况下 急转弯会发生测返 将乘客转移到弯道内侧就能避免翻车 而电影《生死时速》里就有这样的情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留言组将用实验来验证这个说法 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充当乘客 他们将四个灌满水的铁桶固定在车辆右侧 用来模拟乘客的重量 为防止翻车后车厢变形伤害到驾驶院 他们将驾驶室进行了改装 而这次实验将由亚当亲自驾驶公交车 来模拟电影中的场景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公交车开始加速向前冲 当时速达到50英里时 亚当猛打方向盘向右转 很明显车身向外侧倾斜 轮胎也被磨出尖叫声 但公交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弯道 然而这也不能说明留言就是真的 那如果车上的乘客没有转移到内侧 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他们将铁桶平均分配在两侧 然后开始第二轮实验 一阵刺耳的尖叫之后 尽管车轮都已经腾空 但公交车依旧成功通过了弯道 为了确认结果的准确性 他们重复进行了实验 公交车只是严重倾斜但没有翻车 因为现在的公交车都经过了严格测试 为避免翻车事故 特意将重心设计得非常低 看来电影里的留言可以被终结了 但既然公交车都已经借出来了 不将它浪费 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下面他们将测试公交车 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测翻 为此亚当为公交车设计出一套远程操控系统 它能在后车上进行1比1操控 为确保测试时翻车 仅里将铁桶全部转移到弯道的外侧 这样公交车在拐弯时重心就会往外偏 然后在车顶安装上4000磅重的钢板 以提高公交车的重心 因为重心越靠上稳定性就越差 最后他们还将弯道内侧臂震气里面的空气拍掉 让公交车更容易倾斜 全部改造好之后 公交车已经开始往左侧倾斜 这样往右急转弯能否发生测翻呢 接下来开始最后的实验 随着亚当的操作 公交车开始加速 在时速达到50英里时亚当猛打方向盘 两人期待已久的画面终于出现 但接下来他们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交叉了 据说有个倒霉鬼被楼上掉下的玻璃劈成了两半 可高空坠落的玻璃真的能将人一分为二吗 亚当和吉米为了验证这个留言 他们本想抽个幸运粉丝参加实验 但没有人愿意为科学献身 所以他们只能用凝胶制作一个假人模型 为了让模型具有人体的韧性 吉米将聚以吸材料放在模具中 同时还在里面加入了红色墨水 这样当假人被玻璃劈开的时候 就能模拟出血花飞溅的效果 然后亚当将融化的凝胶灌入模具里 等12个小时凝固之后 有血有肉的假人就做好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消防训练中心 而这里的建筑高度达到了23米 可从天台丢下去的玻璃 真能将人劈成两半吗 接下来他们弄来了高空建筑常用的钢化玻璃 并且它的厚度达到了10米 然后在云梯的帮助下 钢化玻璃被运到了天台上 等楼下的假人准备好之后 他们将玻璃丢了下去 可就在击中假人的前一秒 玻璃突然出现了翻转 导致假人幸运逃过一劫 为了让玻璃精准命中假人 他们在楼顶安装了固定支架 并在地面与支架之间连接了两条钢蓝 这样玻璃就能沿着钢蓝的轨迹砸中假人 当玻璃重新就位之后 锦里按下了释放按钮 这时玻璃笔直砸在了假人的头部 虽然体内的墨水喷溅了出来 可并没有将假人劈成两半 但如果现实中落在人的头上 肯定会有一点疼 亚当认为是玻璃的边缘不够锋利 于是他们换成了普通的平板玻璃 并且用锤子将下角修剪成锋利的毛边 也许这样就能成功把假人劈开了 之后他们再次从楼顶释放了玻璃 这次玻璃顺着钢蓝急速坠落 直接将假人劈成了两半 而在慢镜头可以清晰地看见 玻璃精准落在假人的肩部 然后锋利的边缘快速劈了下去 可见高空抛物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只要速度足够快 铲雪车能将汽车劈成两半 那究竟什么样的速度才能将汽车劈开呢 在上期视频中 留言组分别用55和70英里的时速进行了撞击 但铲雪车并没有将汽车劈成两半 所以他们决定将暴力值直接拉满 使用号称地表最强动力的火箭推进器进行实验 以此验证在绝对速度面前 汽车会变成什么样 为此三人来到了专业的火箭试验场 在这里 他们将用火箭锹打造一个超级铲雪机 首先格兰和托瑞需要重新制作血铲 为了达到最大的撞击强度 他们将石心钢条堆成些形并焊接在一起 然后将最上面的一块打磨尖锐 而凯莉则将借来的汽车两边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 以此来确认劈开的位置是否准确 接着把两个充气玩偶放在车上来模拟乘客 然后在铲车的帮助下 汽车被放在了轨道尽头的柱子上 而与此同时 超级铲雪机也组装完成并搬到了实验现场 本次实验将用12根火箭推进器作为动力 产生的推力高达75000磅 能将两吨重的铲雪机以550英里的时速撞击汽车 如此大的撞击到底能不能将汽车劈成两半呢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 所有人进入掩体内开始实验 只见一道火光闪过 汽车瞬间变成一股烟尘 巨大的推力让铲雪机在六分之一秒内从起点撞击汽车 等烟尘散去之后 他们发现汽车连同发动机被成功劈成了两半 而充气玩偶已经连扎都没了 在这样的撞击下不可能有生还的可能 随后通过慢镜头发现 时速550英里的血铲如铜手撕鬼子一样将汽车劈成两半 最后撞在前面的水泥挡板上发生了爆炸 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 开车一定不要超锁